怎么样 男嘉宾聊的 静儿可以 那个爱干净这方面能挺聊的 那倒挺坏 但是他心情有点粗 一个是我什么工作单位 工作多钱 他都打听不打听 问都不问 这必须得在乎 你必须保证生活 因为那是你的骄傲是吗 争的还挺多 那好了 男嘉宾 女嘉宾跟哪上班 他我也没 你还说眼睛 我都想问了 人账多少钱 我想问了 我怕你一趟 有一句话说得好 乌鸦站在眉堆上 什么呢 只看到眉黑 所以说呢 你别把这事当事了 下边和很长时间交流 我跟你讲 也许你俩前有成功 八王这一座 一月多少钱 上交多少 自己留多少 还想留两块钱 开玩笑了 该到烙钱的时候 必定会烙了 是不是 但男嘉宾属于真的挺认真的 就感觉 你跟我相亲 你别吃走 捆人家不明白了 是不是这意思 对对对 哎呀 老实人 老实行 挺好 男嘉宾你还有这机会 选择一位女嘉宾 您会选择几号 有二号 二号女嘉宾 接下来通风短边了解一下她 19151号 卢女士 65岁 辽阳人 有住房 个体经营 女儿已婚独立 大家好 我叫卢一芬 我这辈子就是长了 从小课时到大课时 买票 到现在的没场 家里一大小事情 我自己都能处理明白 我特别善用女生通通 所以现在做生意赚钱 特别拿手 可是如今 孩子慢慢地长大 有了自己家庭的孩子 有了有大家庭的我 越来越感到孤单 现在我有很大的愿意 却没有一个人等我回家 特孤独了 我今年又来找这家陪我一伴 爱的选择我来了 接下来掌声 有请二号女嘉宾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刘亚丽 卢一芬 好 欢迎您 你好 你好 来 邀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来 邀请 好的 二号女嘉宾 在刚才连线的时候 我都忘了 您跟人聊啥了 您说您自个儿怎样 爱锻炼不 爱干活 爱劳动 爱劳动就爱锻炼 爱锻炼 您平时的锻炼项目是啥 走步 走步 是那种快步走吗 可以吧 您是像咱男嘉宾一样 坚持好多年了吗 没有 那您会建议他天天的 早出晚归地去锻炼吗 中间回来 早上出去 可以 是可以的 如果他非薅着你 但你会去吗 有时间就去呗 没时间就不去呗 一般早上四点钟能有时间吧 可以 四点钟会忙 可以 所以说你看 我又给您找一个可以拽得动的 好 怎么就找不着一个拽你的呢 是不是 三点钟给拽起来 再来锻炼身体去 男嘉宾因为长时间锻炼身体呢 所以身体状态也非常的好 他也希望另一半能够和他一样 很健康 去健康地享受人生 来吧男嘉宾 见到女嘉宾了感觉如何 男嘉宾你好 你好 第一眼演员散呀 人还行 挺好 身体头也挺健康 您都X光眼您了 您很健康 确定您了 您自己身体也是非常不错的 挺好 您看人看你准不准 看人差不多 品人品你准不准 还可以吧 给你半个小时能品出他啥人吗 这玩意不在一起 二年也品不到一个人 您慢呀 那二年时间太长了 您这要是跟人在一块的话 大概多长时间能确定关系 有个三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两个月 是 是 在这里吧 虽然咱没看清他什么样的人 也得打分 第一印象吧 多少分 打分啊 95 95分 男嘉宾跟女嘉宾打分数 高点 98 98 接着请二位坐下来慢慢聊 来 我还没想写 都 你 看 详 我